嗨大家好,我是苏苏,今天我们来看科幻电影《邮差》。 2013年的犹他州大言胎已是一片末日景象,而在最后一场大战后,城市与国家一同消亡, 幸存者也只能在相对隔离的环境中艰难求生。 而在这些人之中,一个牵着骡子的流浪汉四处游历, 为了谋生,男人经常会在人类聚集的村落里表演莎士比亚的话剧。 但某次他表演结束准备就餐时,以伯利恒将军为首的恐怖组织突然进入了村子。 起初,将军只选出了两个壮丁参军,但他很快发现了这个想要牵着骡子偷偷逃走的男人, 并将他一同抓入了自己的大本营。 面对将军的残暴统治,这个桀骜不驯的男人很快遭到了一顿毒打, 而无法反抗的他也只能和所有俘虏一样,开始了严苛的军事训练。 除了无条件服从将军,所有人还要被强行烙印上组织的标记。 而为了给这些士兵洗脑,将军一般会提供充足的食物, 每晚甚至还会为大家播放电影。 可男人却很快得知自己的骡子被做成了晚餐, 这让他更加想要逃离这个地狱。 比起其他人的盲目顺从,这个熟读莎士比亚的男人显然引起了将军的注意。 而眼看自己遭到了针对,男人便想要逃离这个可怕的地方。 但一起被抓来的年轻人却坚持要留在这里, 另一个壮汉也只用沉默回应了他的询问。 第二天,男人被安排去处理一起人缘失踪事件, 可他却需要面对随时都可能出现的雄狮。 在穿越吊桥之后,男人很快找到了被狮子啃食过的尸体, 但在返回部队时,他却发现了逃跑的时机。 故意踩断木板的男人很快落入桥下湍急的河水中, 而眼看他就要顺流逃走, 队长立刻命令与他同来的两人将他抓回。 立功心切的年轻人随即在壮汉的带领下跃入河中, 顺凉而下的两人也很快发现了男人的行踪。 虽然男人希望他们能够放自己一马, 但年轻人却不想放过这个立功的机会, 于是大声呼喊的他被男人一刀捅死。 而眼看队长和壮汉依然将自己包围, 男人便心生绝望。 但这时,一只沉默的壮汉却将匕首致向了队长, 并被掏枪反击的队长击毙。 在壮汉的舍命相救下, 男人逃过了队长的追杀, 而手臂受伤的队长也在追击中成为了雄狮的食物。 为了活命,男人不顾一切地爬上山岗, 而在一个暴雨倾盆的夜晚, 脚下一滑的他滚落山谷, 并发现了一辆年代久远的吉普车。 为了躲避风雨, 男人撬开前挡风玻璃爬了进去, 而研究过驾驶坐上铺楼的制服后, 他发现铺楼生前竟然是一个隶属于联邦政府的邮差。 制服里的打火机和烈酒帮助男人度过了寒冷的夜晚, 而车内的信件也让男人找到了一个投机取巧的办法, 于是他穿上了邮差的制服, 然后带上剩余的信件上路。 途步前进的男人很快到达了一个小镇, 并在不断地翻找下, 找到了一封收信人还在世的信件。 虽然已经时隔15年, 但信件依然让收信人感动万分。 而在人群的簇拥中, 男人受到了小镇人民的热情欢迎。 起初男人只想饱餐一顿, 但他很快发现这里的人们对他所说的话都深信不疑, 甚至还对他编造出的新政府充满了期待。 除此之外, 一直和丈夫怀不上孩子的女人艾比想要找他借夫生子, 而镇上的年轻男孩福特更是想跟着他一起送信, 甚至还在邮局和他进行了宣誓。 只是镇长并不相信男人的邮差身份, 并命令他次日立刻离开小镇。 而当晚返回住处后, 男人发现门内塞满了当地人写好的信件。 除此之外, 想要借夫生子的艾比也不请自来。 起初男人本想拒绝, 但看着褪去鹰雾的绝美动体, 他最终还是与艾比放飞了自我。 第二天, 准备离开的男人得到了所有小镇居民的欢送, 而在看到人们眼神中的期待后, 他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一个无名的男人, 更是一个肩负了使命的邮差。 除此之外, 就连从不相信男人的镇长也拿出了一封信交给他。 可男人走后没多久, 将军便带人扫荡了小镇, 而他很快发现了邮举门口升起的美国国旗, 并命令艾比的丈夫迈克烧掉旗帜。 随后在接受贡品时, 将军又看上了年轻貌美的艾比, 于是在遭到迈克的拒绝后, 他当众将迈克赐死。 迈克之死让小镇陷入了骚乱。 而质问过镇长后, 将军得知新政府建立的消息是由一个邮差带来, 并询问了邮差离开的方向。 起初镇长还想为邮差打掩护, 但疑险的将军却没有轻信他的说辞, 并派遣了四个小队前往四个方向搜寻邮差的下落。 随着邮局被烧, 将军也将艾比绑架带走。 无怨妥协的福特则不顾老镇长的劝阻, 执意带上剩余的信件离开了小镇。 另一边, 邮差正在他路过的又一个小镇派发信件, 而待人赶到的将军很快得知, 一向顺从的小镇守卫竟然拒绝开门迎接。 甚至将军实力的镇长起初十分惊慌, 但在邮差的建议下, 他选择了开门投降。 虽然得知镇长愿意用双倍物资谈判, 但将军依然下令开炮射击。 而随着枪炮齐发, 原本祥和的小镇也瞬间变成了地狱。 眼看将军坚持要处死邮差, 被关在帐篷里的艾比随即将守卫打倒, 并用抢夺的武器救下了邮差。 邮差剑撞则趁机抢下一匹马, 然后赶忙带上艾比逃离了此地。 但艾比很快发现, 邮差在救他的过程中中中弹受伤, 于是他随即将邮差拖入了林中。 虽然一个落单的士兵还是发现了两人的踪迹, 但在邮差的帮助下, 冷静果敢的艾比迅速拿石头砸死了士兵。 之后,刚强独立的艾比又制作了担架, 并用马将邮差拉到了一个隐秘的林中小屋内。 可在为邮差治疗时, 艾比却发现了他身上恐怖组织的烙印, 并因此得知了男人的谎言。 之后, 身中一枪的邮差在艾比的照料下逐渐康复, 但他却没有勇气站出来面对这个世界。 可随着艾比落入河中, 他也终于冲出家门救起了心爱的女人。 由于艾比已经怀上了男人的孩子, 于是为了给孩子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, 艾比便在春暖花开后主动烧掉了小屋, 并逼迫邮差再次踏上旅程。 在林中前行的两人, 很快偶遇了一个身穿邮地员制服的女孩, 并得知福特已经以新政府的名义建立了邮地员阵地。 而身为领袖的福特为了振奋士气, 定期都会编造一封来自邮差的信件。 在这些信件的鼓舞下, 邮地员阵地的年轻人斗智昂扬, 并对未来充满了无尽的期待。 除了四处派送信件之外, 邮局还会印刷宣传材料披露将军的暴行。 而身处各地的人民也通过这些信件和材料重新沟通了彼此。 只是将军很快抓住了一个邮地员, 并得知了邮地员阵地的存在。 于是他立刻下令在全国搜捕这个带头找事的邮差。 而随着一个又一个邮地员被杀, 邮差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。 但即便如此, 依然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了邮地员的队伍之中。 在发现遇害者大多身处南方之后, 不想更多人遇害的邮差便决定亲自送信。 可这样做的结果只是让他自己疲惫不堪。 眼看将军的人手找到了邮地员阵地, 邮差便在大家的帮助下制造了陷阱。 而在将这群人乱枪打死后, 邮差有命令福特尽快掩埋尸体。 但这个具有反抗精神的小伙子却将尸体装进塔车, 并送进了将军的军营之中。 遭到挑衅的将军随即下令发起战争, 于是所有南方城镇都遭到了军队的细节。 而为了向邮差示威, 他每过一个地方都要杀死十个人。 虽然人民付出了流血的代价, 但他们已然将邮差象征的信念牢记心中。 只是在邮差本人看来, 比我双方实力悬殊, 无畏的反抗也只会增加流血牺牲。 虽然艾比并不想邮差放弃现有的一切, 但男人已然假借总统的命令解散了邮地员阵地, 并让所有年轻人烧掉制服。 在得知邮差想要向将军投降后, 福特便主动选择帮他送信, 可接到邮差信件的将军却不愿放过这个制造事端的男人。 而就在将军准备将福特击毙时, 他突然发现其他地方也成立了邮地员组织。 于是将军留下了福特, 并决定以此威胁邮差现身。 另一边, 带上艾比的邮差来到了大乔城, 而在城主的热情欢迎下, 他们和三个失去亲人的邮地员暂时躲在了这里, 但随着将军手下的到来, 一直想要逃避的邮差也深知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 于是他在艾比的鼓励下, 乌生一人前往了大坝后的其他城镇, 并在大家的支持下成立了一支军队。 由于组织内部的成员战胜将军便可以成为新的领袖, 不想引发大规模流血冲突的邮差便向将军发起了挑战。 而在他的拼死搏斗下,将军竟然被打倒在地。 眼看将军终于被打败, 愤怒的福特便准备开枪将敌人击毙。 但成为新领袖的邮差却阻止了福特, 并宣布了放下武器和平相处的新规定。 而这时, 贼心不死的将军想要动手偷袭, 但一直在旁默默观战的奥把手却开枪将他击毙, 并带头向邮差表示了认同。 最终, 在邮差的不懈努力下, 新的政权和秩序再次建立。 而随着人们恢复通讯, 原本消亡的文明社会也焕然新生。 为了感谢邮差为人类文明所做的贡献, 新政府在他死后为他诉了一座铜像, 他与爱比的女儿更是动情地讲述了父亲的故事, 而邮差起码送信的一幕, 也成为了人们心中无法磨灭的永恒。